欢迎收看熊制作,你们好 今天我要来做一期特别的影片 今天我不打算教大家做手工了 我要来介绍日本的食生活 我想要做这一类影片的原因是因为 我其实算是常住在日本的人了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在教大家辙职以外 也给大家讲一些日本的文化 让大家更加了解日本这个岛国 我觉得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食物的 虽然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还包括它的历史 它的服饰,还有它的住的地方等等这些 但这些我在以后的影片都会给大家介绍到的 今天我就想关注在食物做专门做一集 说到日本的食文化 大家可能会想到生鱼片,纳豆,天妇罗等等 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样东西 大家或许在吃日料的时候都不会注意到它的 那就是海带,昆布 没有想到吧 其实因为我今年在过年的时候 正好从小苍翁三本买了一盒海带的大集合 日语叫做エビスメツミヤワセ 所以今天我就要给大家一边介绍这一盒海带 一边介绍日本的食文化咯 那在拆包装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带吧 首先是海带在日本的历史 在日本记录的关于海带最早的文献是 距今1280余年前 于797年出版的《续日本记》 当中写到 早在715年的10月份 夏宜的酋长 纳徐军谷马比刘的一家 就一直有在上朝廷提供海带 715年的时候是日本的奈良时代 那时的天皇是元正天皇 奈良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 镰仓时代 士听时代等等 也都有记录关于海带的文献 这些文献主要是在讲 在古时的日本 因为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和它的鲜美口感 那时都是只有文武百官 或者是武士 贵族等有地位的人 才能够吃到的食物 在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在镰仓时代和士听时代 武士都是非常有地位的人 因为那个年代 是战乱非常多的时代 天皇其实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记得镰仓时代的时候 最高地位的人 好像就是武士吧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因为自由经济的到来 许多大阪的商人 开始加工海带 然后把海带推广到了全日本 而海带在日语当中 其实叫做臀部 那臀部这个日语的来源 主要有三种起源说 第一种就是说 是来自于日本的方言 爱那语 第二种就是说 来自于古日语 还有一种就是说 来自于中国的汉语哦 然后根据总务厅税务局的统计 每年海带的消费量最高的地方竟然是冲绳 很意外吧 而东京这一带属于关东地区 消费量算是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其实你们知道吗 海带在日本各地的文化和使用料理也是略有差异的 那在这里我就介绍一下东京的吧 东京人和大阪人所使用的海带类型都比较相似 主要使用腌制过后的咸海带 但是比起大阪 并不会那么常使用海带 所以我这一次带来的是小仓屋山本的海带 小仓屋山本也是源于大阪的 我想应该和东京人制的海带是非常像的吧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次给大家介绍的这一盒海带吧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盒子都是用石木做的 触感非常好 上面的字还是用金色的烤漆做上去的 整体的质感都不错 特别是在侧面还有背面 你还可以看到木头的纹理 而且这一盒也会散发着一点点淡淡的木箱 这让我不禁感叹不愧是日本人啊 就是特别注意细节呢 那我把盖子掀开来看一下 哇哦 打开后里面就是像这样五颜六色的 不一样的包装 好像就是不同的口味哦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册子 打开看一下 里面就是介绍小昌污山本这家店 还有这一页主要就是讲他们店所使用的 是北海道南产的蒸魂布 这种海带在海带界中是最高级的品种 这种海带在取决的过程当中 可以品尝到它独特的甘甜味 在加工的时候 他们店使用主传的特殊烘烤方法 以最大限度保留海带本身的鲜味 让客人可以品尝到最天然的美味 然后在这一面记录了一些他们店内推荐的海带口味 其实也就商品介绍了 像最左边的ABC口味 曾在昭和29年和昭和42年都得过农林大成奖呢 还有西西西口味也曾在平成24年得过农林水产大成奖 接着在这一页就真的是介绍小昌污山本 他们自己店的历史了 这家店已经开业有160余年了 那我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一页上面写的内容吧 上面写到这家店的创始人山本立柱 是于家永元年也就是1848年 在新丁桥开了第一家店 当时取名叫新丁桥小仓屋 时间慢慢来到了大正时代 第二任店长接管了此店 慢慢开始把商品放到了百货店 同时也把产品主要定义在高单价有水准的商品上 但就在第三任店长接任此店时 因为大阪大空袭 所有的店铺都被烧毁了 在复兴后 店长就将店名改为了小仓屋山本 在昭和24年推出的ABC Makeaway 被评为超级鲜的海带 在食品文化界掀起了一阵旋风 后来又因为山崎丰子的小说 暖帘是以小仓屋山本为主要场景所描写的 这就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大阪的海带 而现在接管小仓屋山本的已经是第四任店长了 他以真正的海带和暖帘的腥为中指 使用特殊的技法烘培海带 他还说 从今往后也会坚守传统 同时追求更多海带的可能性 用真心给客户的餐桌上带去更多的美味 反正这个册子上面就是这么写的 好了 但是我今天肯定是不能把它们全部都拆开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会很浪费 因为我又吃不完嘛 拆封后就很容易自身细菌了 所以我想我应该只能拆一包 那你们觉得我拆几包比较好呢 这个让我先想一下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官方推荐的三种吃法 第一种是用这个海带去熬汤 第二种是把它放在饭里拌着吃 第三种就是放在粥里吃 因为这个海带它本身带的东西 就是非常提鲜的食物 其实也就相当于是日本人的天然味精了 那我今天决定要来尝试吃 刚才被我说的很有名的 好像又是得奖 又是被评为超级鲜的海带的这个 ABC麵的这个口味 也就是黄色的这包 我觉得这包应该是 他们小苍翁山本主打的口味吧 你看这一盒当中也有两包呢 那我先拿起来看一下 它的包装上面 其实也是有非常和风的纹路 然后下面还写了一段话 写的是日语 我念一下 意思就是说海带使用了被海盗难产的蒸鲜布中 比较厚的部分 然后小苍翁山本使用了传统的技能进行了加工的 咸海带的代表 就这个意思了 刚才我发现 不止在ABC麵口味的包装上有一段简单的介绍 每个包装上面都有写 而且不同口味的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决定把这一盒当中 每一个口味的包装上面写的内容都念一遍 你们就当作我猜开来吃过了好吧 首先我先来看左上角绿色的这一包 它的口味是起里面酱油 其实也就是日式虾米胡椒口味 从这里可以看到包装里面的东西 但这样看过去 里面装的好像并不是海带 倒像是虾米呢 写的这段话是 意思就是把虾米干这样的鲜味 搭配着和歌山县产的胡椒的香味 组成了这样重口味的一品 这个意思 然后是蓝色的这一包 口味是山珍海味 哇这个名字还真是 而且这一段写的好长啊 海の幸福的麻昆布に 山の幸福的平竹椎椎椎 柿椎 二酸を合わせた 具材の食感を楽しめる一品です ご飯の友としてまた炊き込みご飯や おむれすの具など 皮広く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す 意思就是说 这个里面使用了来自大海的蒸鲜布 和来自山里的香菇 蘑菇 木耳 山椒的果实等等 在口中可以体验到 不同食物的层次感 它既是米饭的好朋友 也可以用作了蒸饭和蛋包饭的底料 上面就是这样讲的 这个写这么长 原来是因为还介绍了 推荐的使用风法 然后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内容物是这样的 这里面装的就像是海带了嘛 刚刚那个根本就是虾米啊 咦 哦 这个口味我好像吃过 可能是我之前拿的试用包吧 没错 我当时拿的应该就这个口味的试用包 接着是浅蓝色的这一包 口味是细切甜海带 写的是 意思就是说 它把海带切成了一个一口的大小 保留了海带原本的甘甜 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对海带的想法和需求 最适合放在盒饭或者饭团里了 里面的内容物就是这样的样子的 但是这样好像看不出来里面是什么 只能看到黑股垃圾的一团 最后我来看粉红色的吧 这包是沐浴海带 写的是 意思就是说 它把海带切得非常细 然后在里面混入了沐浴花 使它拥有了非常丰富的风味 可以放在盒饭里 或是当做下酒的小菜 这些都是不错的食用方法 就是这么写的 从这里一样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 但是这个和刚刚那几个好像啊 都是黑色的 也对 海带就这个颜色吧 那我今天要吃的就是黄色的这一包 它在反面有详细的写它的原材料名 跟营养成分表 所以如果你对某些东西是过敏的话 你就可以在原材料名当中 看有没有你自己过敏的食品了 OK 那我拿了一个碗过来 首先先用剪刀把它剪开来吧 里面是这样的 倒出来看一看 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外面裹的那一层是什么粉呢 而且现在我闻到了一股 非常浓的大海的味道 就是你平时如果去海水浴场 一定会闻到的那个味道 算是海盐的味道吗 我也不知道 拿起一个来看一下 它每个上面都裹着一层这种黄黄的粉 啊 我知道了 这个粉应该是食用盐吧 因为Avisme口味就是盐海带啊 并加应该是用海盐裹着海带的时候进行加工的 所以在海带变熟的同时 盐也烧焦了就变成黄色的 应该就是这样了 我猜 尝一下 呃 这绝对不能单吃 因为这个单独当临时吃的话 太咸了真的 而且呢 我确定外面裹的那一层就是盐 待会我得去盛碗饭了 饭来了 其实现在已经是晚上十九点了 就已经完全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所以我就把饭拿到我的录影间来了 那我平时吃饭的时候会吃一碗饭 一碗汤 可能还会再有一个主菜 那我今天是为了给大家介绍海带的吃法 所以我就不吃主菜咯 那我今天吃的 或是他第二种推荐的吃法 就是把海带拌着饭吃 像这样的一碗饭 大概放两片海带就足够鲜度了 其实按照日本人的习俗 他们在吃饭前会说 いただきます 这句话大家应该也听过吧 但这句话其实是没有完全对应的中文的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会把它翻成 我要开动了 但其实这两句话在他语言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いただきます 是日本人在吃饭前 要感谢被自己吃掉的动物 植物 还有制造这些东西的农民 所有的辛苦 才会这么说的 那我就开始吃咯 你们看 用筷子加起的米饭 是如此的晶莹剔透 粒粒分明 又有适当的含水度 吃到嘴里 慢慢的米饭的甘甜味 在舌尖散开 咀嚼后 能感觉到米饭的暖弱和香甜 这时你吃一口海带 咸咸的海带 带着鲜味 在嘴中刺激着你每一个味蕾 接着 你慢慢把它咽下肚 大海的香气 瞬间包围了你的嗅觉 此刻你仿佛身处海边 耳内就回荡着 一阵阵波涛声 然后你就发现你停不下来了 一口接着一口 将米饭和海带送入口中 吃的太多 你忽然想换换口味 那就拿起旁边的味噌汤 轻轻做一口 你就能感受到汤中的金针菇 豆腐 海带 都已经和汤水融为一体了 忘了说 这是因为我用了海带做汤底 接着拿起筷子 把金针菇 蘑菇 一起缩进嘴里 你不禁会感叹 感觉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 日本人的生活 体验到了日餐的精髓 好了 那么介绍也介绍了 吃也吃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其实这个集合礼包 我在杨丽一月份的时候 就买好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拍 是因为这一次的影片非常复杂 牵扯到日本的文化 我不想传达有误的信息给你们 所以这几个月 我一直在搜寻关于海带的资料 我想带给大家最正确 最真实的日本文化 这支影片的后期 真的花了我非常多心思 也因为制作这个影片比较耗时 导致我上个星期都没有发影片 真的很抱歉 这个影片我一直到今天才做完的 所以我这一周 可能也只能发这一个影片了 那如果你喜欢像这样介绍 日本的文化和生活的这一类影片的话 就给这支影片点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知道吧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转发给 对日本的生活有兴趣的朋友 最后我要说 如果你对小仓屋三本有兴趣的话 我把这家店的官网 和我影片中所提到的内容 整理成了文稿 都放在底下的公告栏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 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